我們要跟上個禮拜一樣 類似像長橫哥的字評分析 一樣啦 如果你要做字評分析 反正一定要先把每個字都切開來 那我大家好奇 就是到底那個老子道德經5000多個字裡面 到底哪一些字出現的頻率是最高 OK 這個我們沒特別去做 那如果今天想要把這件完成的話 不過做這件事之前 我還是先問一下QRGBT 那請他幫我找出那個老子道德經裡面 最常出現的詞彙裡面前十名 不過本來是要詞彙 但是他給我一個 他出現的是單一個字 所以他這裡面出現的道 這個應該好像不意外 德 OK 而且他 吾 有 人 天 地 為 應該這個念字吧 也是當智慧的字 等於無知 OK 可能當智慧的字 也可能當知不知道的知 那這個 不的話 或者是否 所以也是否定的意義 那當然他這邊列這十個 我也有點好奇 到底他給的這個 他是按照上 由上網 但至於他的數量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也可以來驗證一下 所以有時候 最後如果你想要知道一個 比較精確的一個數字 那滿好奇的 到底哪一個是最多 到底是到嗎 還是得 看起來好像無反多的 無為嘛 OK 然後天跟人哪個多 好像天會比較多一點吧 OK 那知物如此類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又需要一個資料 什麼資料 如果我要算 這個 所謂的字評的話 那剛剛跟各位講 剛剛這個是道德經的表格 如果你要算字評 也是可以 但是比較麻煩 可能是需要寫一個程式吧 寫VPA程式 逐一一個字一個字一個把它挑出來 然後去算他的總數量 我覺得好像相對的 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反而如果說呢 要能夠算字評 其實好像跟 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方法 會比較OK一點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要算字評的話 理論上呢 還是用上個禮拜的方法 會比較適合一點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呢 需要一個資料 什麼資料 因為我要統計 所有的字評持評 然後再用樞紐分析表 來做統計好了 那當然呢 我們會需要怎麼樣 需要一個資料 就是把不相干的東西先剔除掉 哪些不相干的呢 比如說像這一欄好了 有沒有 第幾張這個不用 所以把按右鍵刪除掉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裡面 如果有一些什麼標點符號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可以 因為假設如果統計的話 它也會算一個字 所以如果假設出現有標點符號 它會變成說 這些它都算數量 當你說 師傅那我沒關係 我將來把它剔除掉 當然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你在前置追先做完 那當然會比較沒什麼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利用取代的方法 分別把所有的標點符號呢 通通把它去除掉 應該就OK 那包含就是豆點 分號嘛 跟鈍號 還有句號 這些符號拿掉 應該剩下來 就是它裡面所有的字 那我再把這些資料 貼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A1就好了 我們其實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上個禮拜一樣的字評分析 那馬上應該就有前十名的答案了 OK 那只是說取代的話 這邊其實我們可以 可以 把表格再轉回來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又要從 表格轉回到 原來的文字的話 那一樣嘛 我先把第一 藍刪除 那第二的話呢 就是全選表格 記得喔 全選表格的方式 不是Ctrl-A喔 Ctrl-A它會選到其他東西喔 如果你要選表格的話 記得喔 是你游標點選 表格裡面其中一個儲存格 在它的左上角 會出現有一個 這個形狀的符號 OK 那這個形狀的符號 意思是說 你要選這個表格喔 OK 記得一定要點這裡喔 OK喔 不是說 你用全選 你用選的 它沒辦法全選 記得喔 全選是從這邊點一下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表格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轉回來 我記得好像 一樣在表格工具裡面喔 它會 有一個 就是把它轉 我看 是 該在表格 這邊有個表格設計 因為你已經選到喔 然後呢 它可以 把它的 什麼 應該 啊 有沒有 這邊應該有出現有一個 一個 一個功能 有沒有看到 轉換為什麼 文字 也就是說 你可以轉為 表格 文字可以轉表 那當然呢 表格也可以轉回 所以它的功能應該是在這邊喔 版面配置裡面的 轉換為文字 然後會問你說 欸 那你轉回來之後喔 你最尾巴的部分 要用什麼做分割 那我用段落符號好了 反正就 跟原來的狀態一樣 OK喔 好 那這樣的話就幫我轉回來了 OK喔 所以喔 記得CtrlZ以下喔 功能在這裡 把它 表格選起來之後喔 再到什麼 版面配置裡面把它轉換為文字 這樣它就恢復了 把它變 段落符號 那接下來當然呢 我就把它取代 取代這CtrlH啦 不過這可能要取代還蠻多的 第一個當然 欸 有哪些要取代啊 其實理論上就四個符號 這個 這個嘛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一個 四個嘛 那最後還有一個段落標記啦 所以你 甚至我先把段落符號先 先把它取代 取代 你等於是刪除喔 那就是 給一個這個的 比如說這個是段落標記 如果你假設要全部把它移除掉的話 那你只要取代為 後面喔 把它保持空的就可以 所以全部取代 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 換行全部拿掉了 那有82個取代 那其他的話就是 把這邊複製一下 拿這邊來貼 布置貼有沒有 然後全部取代 這樣子 有628個 豆點 然後再把這個分號 分號有78個 然後 句點 句點好像386個 最後就是一個鈍號 好 理論上還有了 還有一個什麼 驚嘆號 剩下來 還有嗎 還有問號 反正就把所有的符號都拿掉就對了 還有上下引號 好啦 其他就自己把它全部拿掉好了 OK 就用取代的方法應該比較快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我們就把剛剛的結果 另外再開一個 就是 也放在A1 一樣把這個畫面 這個A1 拉大一點 這樣放比較不會感覺 好像這個框框太小 我就把它選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跨欄至中 那一樣按右鍵 把它儲存和格式一下 因為 一樣是把它自動換行 然後再來就是 一般習慣 水平是靠左 垂直是靠上 自動換行 按確定 然後再把剛剛的這個資料 把它直接 選起來 就是 Ctrl A 然後再直接 這個A1的地方 Ctrl V貼上 那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 我們的這個全文的部分了 OK 把它Ctrl A 複製一下 等一下 OK 好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踢過來 那這樣我們就把全部的字都拆開來了 不過 剛剛的動作其實有點 有點囉嗦 就是變成說 你要把這邊取代一大堆 本來是這樣這樣 然後把它刪掉 D欄 然後再把它轉為文字 可是裡面有很多取代 那我跟各位講 如果像這種 比如說你今天取代完 那下一個經典 它還是要取代這麼多的話 比如這件事你下一次 你不希望 我們光取代 好像要取代至少十個吧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將來像這種重複性的動作 我是建議你其實也是一樣 在Word裡面 其實也有所謂的Word VBA 而不是只有Excel VBA 也就是在那個Word裡面 其實也有開發人員 那開發人員裡面其實也有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假設重複性 比如說 它同樣是取代對不對 那其實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 錄製 比如開發人員叫出來之後 這邊有錄製聚集 那你只要錄一次 錄一個 比如說取代豆點 然後將來你大概就知道 其他的 因為它裡面沒有一個功能是多重取代 應該沒有 我記得沒有這個多重 就是可以取 同時可以讓它知道有輸入很多 但是沒有這個功能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的 所以你其實怎麼樣 可以錄一個 所以這個叫 名稱叫取代 一樣嘛 這個跟Excel的VBA 其實差不多意思啦 反正我就給它一個聚集 名稱叫做取代 然後呢 按Ctrl H 不過這個可能要用Ctrl H 然後把 假設我取代一個 句號好了 反正就是只要取代 任何一個 那其他的都 把它給我的程式拿來改 其實就可以了 把它全部取代 好 這樣的話呢 按4之後 然後就結束 關閉之後 就可以停止錄製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聚集裡面一樣會有個取代 編輯它就可以了 這個我想你們 這個畫面應該不會太陌生啦 其實跟Excel裡面的VBA 其實是長一模一樣的 然後字的放大 有沒有 也像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其實好像沒什麼差別啦 等於是 細出同門嘛 然後它放的一樣是在這個模組裡面 那這個模組裡面的話 上面是註解啦 這個我習慣把它刪掉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語法 大概就是什麼 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用那個Selections 指的應該是這個文章 點Find Clear Formatting 這個應該是輕格式吧 所以上面這兩行 我印象中應該是 誤會影響 因為Replayment Clear Formatting 這個應該是不用才對啦 所以呢 我的習慣是把這兩行給砍掉 應該我記得好像沒有關係 主要應該是下面這些才是重點 這個是你要找什麼 有沒有 那其實我們主要是找 剛剛的句號對不對 然後取代成什麼 Replayment 這個就是只要取代成沒有嘛 所以其實底下的這些參數啦 其實我跟各位講 我試過 只要這兩個OK 其他這些應該不用 因為底下的是什麼 它是不是要向前 要不要折行 要不要格式 這些好像都預設就好 所以底下這些 到End Width上面這些 其實是應該可以拿掉 也就大概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 去Find 其實就是 取代就是尋找 尋找完 找到之後 把它取代成 怎麼 用 這個有個叫做 Replayment 把它Replay all OK 所以這個是不是可以 所以等一下 先找到之後再取代 找到再取代 這個 那我試一下 如果是句點OK的話 那我如果假設 我把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有句點已經取代完 那我想要把 豆點 豆點給取代掉的話 我如果不想重寫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 把這邊 改成豆點 有沒有 差別在這裡 把這個改一下 就改這個 這個地方 有沒有 然後我試一下 執行看看 會不會把所有的豆點都拿掉 我看看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豆點好像全部拿掉了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又要是 換行拿掉 換行還記得吧 你就打一個像 序主的加6 然後再加一個P OK 這個就是段落符號 這邊段落看有沒有取代 有沒有全部取代 所以 那如果你要多重的話 你就把這幾行 有沒有 再寫一個 有沒有 再複製一個 一直往下複製 有沒有 然後就給他丟 這個 這個參數修改一下 那總共有幾個 你就改幾個 以後就執行這個 不就是 可以不用重做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有很多類似的文件資料 因為你要算置評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這些東西拿掉 如果你懶得 每次都要拿掉這些東西的話 那用這一招 我是絕對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寫一個批次的話 當然還有更簡單的寫法 主要是這四行的 Ctrl C 然後你就把它Ctrl V貼到底下 比如說後面 其實還有一些還沒取代 所以我們就是 假如我要連這個 分號 比如說我先 這邊 我這邊加一個 冒號 然後底下 我又同時 就希望 這個分號 然後又一個 鈍號 所以鈍號再來一個 假設我要同時 做三個符號的取代 本來是沒有這個功能 但這個功能 你可以自己把它 把它寫出來 有沒有 一二三個好了 之前可能要做三次 現在我看一次有沒有完成 就直接執行一下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有沒有 一堆符號都不見了 那剩下好像還有什麼 還有問號 驚嘆號 那同樣的方式 所以你就乾脆把它 通通放在這邊 然後一次執行 全部都取代光光了 OK 所以這個 我覺得Word裡面也有VBA 可以幫助我們快速的取代 試一下 把後面先還給各位 有一點 好 可以好